大大牌子写上台湾花生卷冰淇淋 立刻引来润娥冲上前品尝 这个台湾人看了超亲切的桥段 出现在南韩知名偶像李俊浩 和润娥最新主演的Netflix韩剧 欢迎来到网之国 众一行人在泰国曼谷逛夜市 润娥一眼就发现台湾宜兰特产花生卷冰淇淋 立刻抛下剧中帅气又多金的 本部长男友李俊浩 镜头此时还特写花生卷冰淇淋制作过程 台湾观众看了灰心一笑 也盛赞润而果真很懂吃 而两位超人气偶像合作主演的浪漫爱情喜剧 欢迎来到王之国 因为超高颜值加上剧情轻松笑点满满 播出后收视率节节上升 早已几近JTBC历代韩剧收视排行第七名 也名列Netflix台湾Top10节目的前几名 这回员工奖励旅游的泰国片段 甚至还有男女主角深夜偷偷表露心意 热闻一分多钟的戏码 让人看了脸红心跳 灯光完美恋人在泳池中深情永稳 不断冲高收视 而这趟幸福旅程后 身份地位悬殊的两人 如何面对后续挑战 已经让无数观众迫不及待 等着看下一回合 小新闻也会去摸倒